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胆囊结石发作的时候有哪些特征 那么在临床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胆囊炎症和胆囊结石的患者 那么我们归结总结这个以下几条 就是说在胆囊炎和胆结石发作的时候 它有些特征 那么第一个特征就是腐痛 第一个特征就是腐痛 这个腐痛它主要是一种 有的是胆区的隐痛 在症状不明显的时候 有的时候胆区的隐痛或者是闷障 如果很剧烈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胆脚痛 右上腹的胆脚痛 那么这个主要是由于胆结石 在这个胆囊里面的移动 使这个胆囊或者是胆肿管的平滑肌进行静卵 导致了这个脚痛 那么腐痛的虫食 它会伴有一些消化系统的症状 像这个恶心呕吐 那么这个时候大约半数以上都有这种恶心的症状 三分之一的人会有半水呕吐的症状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胃寒发热 那么就是发作的时候 胆囊炎发作 胆疾是发作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胃寒高热 这些症状有的时候会一般发烧到38度左右 那么这些都是胆囊炎症所带来的一些常见的症状 那么第四个就是右上腹胆区有明显的压痛 肌紧张 部分会有反跳痛 就是我们在按压右上腹胆区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会有这种压痛感 那么第五个就是出现白细胞增高 这个白细胞增高我们可以到医院去 如果它发生胆区的脚痛的时候 到医院去去查 在炎症的情况下 高烧炎症的情况下 它都会伴有白细胞身高的一个现象 那么最后第六个就是超声波 可以发现胆囊总大 胆囊B厚 有的在成双边影 或者有的可以再检查出 有结石的光点或光团 伴有结石的影像 那么前两个是我们胆囊炎症发作时候 这个常见的症状 那么后四个是通过你的检查和体检 它大部分都是胆囊炎半胆结石 或者是结石性胆囊炎 这个引起的主要症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